其实孩子他们挺专业的 还是挺震惊的 我觉得挺顺利的 因为他们有基础 我从2016年 开始带着孩子们一起学习乐器 学习音乐 那会儿就从来没有想到 这帮孩子能够向全国观众 去展示他们 这梦里没想过 我叫顾亚 是海阁小学的一名音乐老师 其次在学校 目前也带学生们组乐队 上大学那会儿就开始有组乐队 偏金属一些 琴甩着 然后摇头换脑 在舞台上跳 各种就是释放 鼓照 毕业以后呢 家里面父母还是希望我去考工作吧 后来我就看到一个特感教师 所以就去报名考 2016年当时来到海阁小学 一下子就一根鼓励笔待在山上 圈里面的一些朋友知道 当老师他会觉得你现实 你和我们不一样 你没有梦想 但是慢慢的我发现和孩子们相处时间慢慢长了以后 我心慢慢就静下来 更多思考这个事不能做成 就是一个契机一个机会 就是我在弹琴的时候发现很多小朋友过来围观很靠起 他眼神中透露出那种渴望的这种眼神吧 就尝试着能不能去教他们 在这个农村学校 搞乐队 很稀奇的一个事情 当时就是说 组乐队他们 什么乐队 对 就是完全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 乐队这个词是什么 但是他们靠着时间很勤奋 就是中午练到快上课 然后放学他又说 哎 老师能不能给我一堆鼓吧 我说你干嘛 好 我带我一下练 我说可以 大家好 我们是未知少年乐队 后来就把学生打鼓的 看吉他的视频发布录圈 一下子这个视频火了 就有很多的工艺的机构 就联系到咱们学校 陆续地给学校捐赠很多的乐器 刚来的时候就发现这里的孩子 就会内向一些 不爱说话 不上一个表达 现在就是说 他来我们唱首歌 全校的同学 他们他都敢唱 对 就是我觉得很惊讶 我不说我能去告诉他 是什么 祈求他能学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他能够有朋友 他不孤独 这是给我这几年 教学当中 最感动的事情 就是每一届毕业生 然后每个孩子毕业生 他们都很渴望能有一次 到毕业的时候和老师们一起 准备一些小小的节目 或者准备一些小小的礼品 这样的一个瞬间吧 他们在鼓装 鼓装啊 他们在鼓装敢搞摇鼓舞的 就除了乐队 所以我是想这个节目能不能就是 多元化 我想着可能 这个节目可能只有乐队 可能就几首歌 但是没有想到 每个同学都很积极 我们有小品 有诗歌朗诵 有独唱 节目就丰富了起来 好了 就这样 然后节目就先 先这样定了 然后还是教你们自己去安排 这个节目的顺序 有 我一大早推开门 我想着早今天下雨 朝场全是积水 反弹搞不成 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在下暴雨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要 我要告诉他们 可能就 我也不想直接去告诉他们 把他们梳得出头发 买一买一心一说 大孩子拿着那个扫把 我们老师一起踩在那个水里面 斜袜的湿了 但是完全不在意 就是为了准备这次活动 所以我那个时候一直期待 下午天气好 赶紧天晴吧 和各位家长们下午好 虽然在训练的时候 会告诉他们 我们要呈现给观众一个 美好的一种状态 表情动作我们一定要去丰富 但实际上我不看重这样的结果 我只希望他们能有这样的过程 这样的体验 我相信随着年龄增长 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棒 7月中旬 抖音平台那边就看到这个事 就觉得想为孩子们做点事 缘孩子们一个舞台梦 8月19号通过抖音 所以做了一场面向全国 属于孩子们自己的演唱会 我曾经都看着的一切 全眼都看着的一切 我曾经只能使我 很意外 我没有想到这班孩子 能够向全国观众去展示他们 这是我之前这梦里没想过的 可是我不想离去 其实孩子他们挺专业的 还是挺震惊的 之后会要走向更大的舞台 我现在回头再过来看他们 就是这几年的这种付出 这种努力 音乐对他们的那种熏陶 或者是成长的那种陪伴 不管将来他们的学习也好 生活也好 会一直地去激励他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